美人鱼的传说想必不少人都听说过吧 几乎世纪各地的传说都有美人鱼的形象 美人鱼虽然是不存在的 但肯定有相关原型的存在 现在一般认为美人鱼主要原型就是它 没错,就是海牛和如更 这时也许有人要吐槽了 这么个胖子怎么会和苗条的美人鱼扯上关系 网上一般查到的解释是 海牛会把幼崽抱在怀里,露出海绵喂奶 头上还顶着海草,看着就像女人一样 可这其实也是传说 目前也没有人拍到过,可信度不高 而且海牛也好,如更也好 都是在水下喝奶 磁性的乳头在腋下 而不是和人类一样在胸口 幼崽寒柱直接吸就行了 不用抱着露出水面 唯一会出现这样的场景 只有在幼崽刚刚出生后不久 不能熟练地游到海面呼吸空气的时候 总的来说其实有不少神话生物 在现实中并没有严格地对应原型 人们创造出这样的形象 更多是深海恐惧的体现 或者为了介无与人表达感情而已 正因为这样的联系 所以这个墓的拉丁曲名就来源于希腊神话的赛人 该神墓角色有时会描述成美人鱼形象 整个海牛墓可以分为海牛科和如更科 但不少人看来长得实在是太像了 于是传着传着就直接混淆了 区分方法很简单 那就是看尾巴 戒飞凡哥不对 是借杀石地的月牙产应用 海牛和如更的尾棋和月牙产的两头简直不要太像 风插有月牙那头是如更 而圆圆产的那头是海牛 除了尾巴 海牛和如更的头部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这也表明实性存在巨大的差异 如更头骨生长且下弯 这与特化设施及其沉水植物有关 长牙是第一顿上蒙齿特化而来的 很多化石种也有长牙 被认为可以挖掘海草耕进 而现身如更的长牙已经趋于退化 又往往只见于雄性 在雌性中少见 在设施过程中用途不大 而海牛实际就广多了 无论是各种沉水植物 还是漂浮植物 还是浮叶植物 各类水生植物都会吃 另外前方旧齿磨损后 后方有新的旧齿向前更替 怎么这么像 那个谁 风部上 现存的三种海牛都生活在大西洋地区 而如更生活在太平洋 印度洋地区 海牛的肾不能完全排盐 因此会定期返回淡水 而如更始终生活在海水区域 海虫样的尾棋也能带来更快的游素 另外 海牛明显要比如更胖 当然如更也没瘦到哪里去 真的是胖到没腰 有亲提示 这真的不是比喻 无论是海牛还是如更 都只有一两节腰椎 胸腔一下 直接尾巴 而且看着肋骨的宽度 莫非是想叠甲 以上这些特征 与鲸鱼骑脚里相去甚远 而两种海牛前肢上残留的体脂 也暗示其声势 也许令人难以置信 疯子生物学已经证明 海牛最近进行是大象 其次是蹄兔 都至于非洲兽短目这个风支 海象和向海报看好了 这才是真正的海中之象啊 你们两个牙齿这么短 鼻子这么短 还好意思装相开军舰 不 下海 这时也许有人要问了 一名和大象有关系 为什么叫牛呢 因为都吃虎哦 当然不是 尽管长得不像牛 但肉吃起来像牛 与前面介绍的鸡脚类不同 海牛木和鲸一样 是完全的水生动物 而且从已知的化石来看 几乎是在5000多万年前 同时下海的 已知最早的海牛木成员 是史经式海牛科的周温海牛 同科的还有晚些时候出现的地海牛 也有一座步行海牛的 两者还保留步行能力 可发现地点不在非洲 却在大西洋另一边的鸭买家 因此 在非洲一定还有更原始的海牛木 等待被发现 在演化早期 还有一个远海牛科 该科的成员 不同程度的保留了后肢 甚至完整的体脂 不过已经不具备行走能力了 尽管海牛和鲁梗看着像 但分化时间早于虚惊和齿惊 无论是化石还是分子中 都证明早在4000多万年前的史经式 两者便已经封道扬镳 与其他下海的兽族相比 海牛木可谓是奇葩 鱼虾油与我喝干 无备始终贪恋水中肥美的水草 秉承了一颗吃素的心 为了消化低能量的植物 必须拥有大体腔 以容纳复杂的消化器官 其实海牛木的体脂率 要低于精类 这样的身形也限制了速度 实际上很多时前如更 都是锯齿沙的美味佳肴 与现在不同 海牛木曾经一度是非常繁盛的 中兴市时 整个木达到了多样性最高峰 最多的时候有8个鼠 至少30种不同的海牛 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水域 但到了晚上兴市 因为全球气候整体偏冷 影响了海水温度 海底植被的生长 被进一步压缩 作为食草动物的海牛 无法适应这种变化 绝大多数海牛木相机灭绝 如今 整个木只剩下4位成员 每周海牛是其中最大的 一只最大一头 体重达到了1600公斤 4米多长 冬季会从佛罗里达往南迁徙 不过 近年的研究发现 几百多海牛非常聪明地聚集在发电厂的排水口 以发电厂的热循环水取暖 人类的行为对自然的干扰可见一斑 另一种非洲海牛 尽管水族管理的海牛石油八角是它 但如今在野外 已经难得一见 在洪涝的季节 非洲海牛还会随着洪水来到稻田 大肆食殃苗 这让当地的农民也对其充满了怨恨 虽然很多冻包组织都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保护项目 但时至今日 当地的黑石上还能发现正在被出售的非洲海牛皮肉 最后是体型最小的亚马逊海牛 体长只有两米多 也是唯一一种 只生活在淡水中的海牛 它可以说是最好辨认的海牛 成年个体的腹部 会有不规则的白斑 就如同主名的寒意一样 全只是没有体质的 还有一个神秘的沃海牛 顾名思义 即便成年了也就这么大 是亚马逊海牛的亚种 还是独立种存在争议 而如更就只剩下一位成员了 和海牛们相比 如更的活动范围就广多了 有时为了寻找海草会长途迁徙 而且自为一种群居动物 也有过几百头群游的记录 但这种壮观的场面恐怕再也见不到了 在一些亚洲国家 如更的肉被认为有催情的功效 在阿拉伯沿海 因为海洋石油钻碳 如更赖以生存的栖息地被原油污染 在印度洋水域 人类大规模的脱昂捕鱼 使得很多如更被渔网缠绕致死 仅在澳大利亚北部还能见到大规模的种群 而在其他水域 已经没有野生如更生存 虽然是神话故事里的美人鱼 但却无法阻挡人类贪婪的欲望 鲜美的肉质 让它们大量死在人类的钢叉和浴枪下 而且繁殖周期极长 几年才能繁育胎 繁殖效率远远低于人类捕杀速度 极易造成种群数量锐减 虽然如今的三种海牛 一种如更受到人们活动的威胁 但目前全员还是一微物种 不过如果不急于更多的保护 很有可能也会病危 可是有一种巨大的海牛木物种 却再也回不来了 有关于它的文献几乎都来自一位叫斯特拉的博物学家 这便是大名鼎鼎的灭绝生物巨如更 尽管很多老文献喜欢叫它大海牛 但它属于海牛木 如更科无齿海牛鼠 是海牛木中体型最大的物种 也是唯一是隐含带气候的海牛木动物 它们的尾鳍和如更一样 是月牙状 而不是海牛科的原扇形 从最后的结局来看 巨如更和人类第一次相遇就充满了讽刺 它的出现 是一型落难的人类获救 但人类却将它们的种群带进了死胡同 1741年11月 斯特拉所在的海上探险队陷入了绝境 回程途中 船员们不相信斯特拉提供的蔬果 能看坏谁病 包括白领船长在内 人们纷纷倒闭 缺少人手的圣彼得号最终失事 撞回载日后 以白领命名 给勘察加不到200公里的荒岛上 探险队一行的目的是寻找尽道 以缩短欧洲到中国的贸易距离 结果归是神差的 船员们被困于俄罗斯和阿拉斯加间的一座无人小岛上 这小岛已接近北极圈 又是只沿东 气候极其恶劣 未来过冬天 幸存者们捕猎当地的动物围食 作为博物学家的斯特拉 则对这些食物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日后写成了著作《海洋兽类》 书中主要介绍了四种哺乳类 海塔、北海狗、北海狮 占了一半的篇幅 而另一半内容则全是对巨如更的描述 巨如更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大 体长可以达到7到9米 甚至可以达到10米 重8到10吨 是当时除了精类外最大的哺乳动物 这种巨兽是温馴的素食者 它们可能在海岸的潜水区 进食海草和海带 与其他海牛不同 很多资料都声称 它们似乎无法完全潜入水中 而是只能将部分身体埋入水中 维持漂浮的状态 巨如更一个有趣的一点是没有牙齿 而是通过脚质化的电状口腔结构进食 由于巨如更不畏惧人类 活动范围靠近沿岸 行动迟缓 因此相当容易捕捉 为了活命 宁威受命的斯特拉 也不得不允许性从者们捕猎巨如更 尽管当时没有参考书籍 特斯拉 斯特拉还是将巨如更的习性与特征 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因此巨如更也被称为斯特拉巨如更 而这些记录也是仅此一份 可没过多久 巨如更的厄运就到来了 斯特拉甚至花了相当的篇幅 介绍如何杀死一头巨如更 以及其身体各部分该怎么加以利用 包括肉的烹饪方式和口感 而巨如更是群体动物 在海岸附近集体进食时 会把右手保护在群体中间 有同伴受伤时 其他的巨如更会尝试加以救援 根据猎人的说法 他会尝试拔出受伤同伴身上的鱼叉 极有可能还是一夫一妻制 配偶关系可能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 斯特拉记录道 曾经杀死一头辞性后 连续两天都看到他的雄心伴侣 抽在尸体旁边 更新事实 巨如更曾广泛分布于北太平洋海域 但全新事 其分布范围却大大缩减 到被人类发现的时候 可能仅分布于北太平洋百里海的 科曼多尔群岛至阿留生群岛 而数量也只剩下1500到2000头 就这样 靠着大量囤积的巨如更 幸存者们度过了寒冷的冬天 说是巨如更救了他们的命都不为过 1742年的8月 斯特拉与探险队便造好了新船 与白岭海告别 此后 捕猎海塔与北海狗的猎人 大量涌入 给巨如更带来了灭顶之灾 十几年间 人们大量捕杀巨如更 肉类作为食物 由之被用于烹饪和照明 结实的皮 用来制造和修补船只 最终 在1786年 据被发现 仅27年后 这一巨型物种便宣告灭绝 部分研究者认为 除了人微捕猎 海塔的减少 可能也是巨如更灭绝的原因之一 因为海塔会捕捉 捕食海藻的海胆 如果放任海胆 漫无止境地增加 海藻林很快就会被破坏殆尽 而高维度地区原住民 大量捕猎海塔历史 已经超过一万年 食物短缺 可能是全新式巨如更数量 锐集的原因之一 而18世纪 正是捕猎海塔最疯狂的时代 我们或许无法以惊人的价值观 去谴责启蒙时代那些 以性命为代价 开疆扩度 征服世界的殖民者 但永远可以从现在开始行动 给身边那些 尚未失去的生命一个机会 很多物种的命悬一线 并不是因为人类 必不可少的需求 仅仅是由于粗犷的发展 或者愚昧的传统而已 今天 人类的科技文化 已经远超斯特拉的时代 我们对野生动物的多样性 有了更多的认识和欣赏 每一代人都亲眼见到 自己那一代的环境 都会认为 这就是自然或者正常现象 变动的环境极限 会造成社会体体的失忆 而逐渐恶化的环境 以及野生动物减少的现象 几乎无法引起人们的注意 据如更之伤 是否可以不再上演 cos onde Also 不仅仅意 谁 最后 准备 感谢观看